有演员转型为商人的李亚鹏 挽起了地产开发商 但到头来却负债了4000万 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赖 这几天的网上流传出了一段 李亚鹏向债权方求饶的录音 我给你们一个包装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让李亚鹏欠债4000万的项目 叫雪山艺术小镇 小镇位于美丽的云南丽江树河谷镇 2012年初李亚鹏看上了这块地 可那个时候钱不够 钱不够怎么办呢 这时一家名叫太和友莲的公司才大气粗 以占股10%的权益 给了李亚鹏和他的哥哥李亚伟名下的 雪山公司6000万 同时还有附带条件 其中有一项就是 约定项目开发的周期为三年 三年之后呢 太和友莲要先行收回固定权益收益4000万 结果到了2014年 雪山艺术小镇楼扒的销量是远不及预期 雪山公司的财务也是陷入了困局 李亚鹏呢就想了一个办法 将所持有的雪山公司 51%的股权 作价1.9个亿 转让给了另一家地产商 阳光100 这就等于让原始股东 太和友莲的股权贬值了 太和友莲当然是不能够接受的 可是他要是不签字 交易就没有办法进行 于是呢就有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一份求饶录音 商人李亚鹏没有笑傲江湖 他在求饶的同时还承诺了太和友莲 将以到期债权的形式向太和友莲支付固定权益收益4000万元 太和友莲最终接受了这笔交易 但等来的却是债权逾期为支付 太和友莲呢一怒之下就将李亚鹏哥俩一指诉状告到了法院 2015年至今的这起官司是旷日持久未决啊 最新的进展是今年的3月17号 法院再次做出了判定 李亚鹏和李亚伟被判决 需要向原告公司支付 4000万元债务及利息 我们不禁要问了 这李亚鹏也缺钱吗 这既然缺钱 为什么还要搞房地产项目呢 其实啊 李亚鹏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当演员 他曾经说过 考上中戏呢 是被女朋友以陪考的名义骗去的 为此还耿耿于怀 入学之后就跟女朋友分手了 大学毕业之后呢 李亚鹏感到终于摆脱了专业的束缚 可以放飞自我了 他回到了新疆乌鲁木齐老家 无奈 运气不好 接连几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 这个时候呢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问他愿不愿意出演北京深秋的故事 他想想 暂时也没别的出路了 还是去吧 当时哪会料到 这一下呢就在演艺道路上杀不住车了 在演完北京深秋的故事以后 李亚鹏还饰演了将爱情进行到底 笑江湖射雕英雄传等片子里的男一号 这些片子都是收视率极高的 李亚鹏也成了当红偶像 片酬水涨船高 然而别人眼里的高光时刻 他却以心生倦意 演戏没意思 我想寻找新的人生方向 不如就做个商人吧 做个体面的文化商人 李亚鹏给自己的定位呢 是一名理想主义创业者 真正投身伤害 才知道什么叫九死一生啊 才知道你不可能干啥成啥 认清楚自己做不了什么 那是多么的重要 李亚鹏办过一家名叫喜宴的婚庆网站 结果才9个月就关门了 此后呢他开过多家文化公司 做过房地产开发商 他的商业版图包括北京世纪春天影视文化 北京美丽春天文化 中枢投资控股 丽江雪山等等 在接受鲁豫有约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 鲁豫曾经问过李亚鹏 给自己做商人打多少分呢 李亚鹏说 如果说做演员能够打60分的话 做商人就是90分 可偏偏就是商人李亚鹏 手里的一大堆项目基本颗粒无收 王菲呢曾经送给他 我来说说 你随着n这样的社会 他们就在 کو快乐部上 你不想让我子智能 往来 你不想让我骗 你不想让我骗 你不想要我 你不想让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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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现金流为往 如今李亚鹏已经离开丽江树河古镇多年 树河古镇上的人提起他 只会说曾经有一个明星 在这里投资了不少项目 花了不少钱 感谢观看